我发现到有五个设定 是我在编号好我的Mac 不过后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做的 虽然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做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做的话呢 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大家好,我是三号 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马来西亚KOL 平时我都会在我的微博、Bidibidi Instagram或者是Facebook Post一些关于苹果产品的最新资讯 如果你不想错过苹果产品的资讯的话呢 就欢迎你订阅我这几个频道 这五个设定的第一个呢 就是开多一个admin account 有些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做一些account上面的更动 如果一不小心set错东西 你可能就从一个有管理员前线的账号 就变成了一个普通账号 那么如果你要回去admin的这个账号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有另外一个admin的账号的人 来帮你reset回去 如果你又没有这个admin的account的话 那么你最有可能就是找另外一个人帮你reset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要format电脑了 首先呢我们先按左上角的这个Apple logo 然后按System Platform 然后我们再选择 User and Group 这边呢我们先打开这个小锁头 然后再按加 这里就可以输入你要的新的人物 最重要的是呢在这个new account这边 我们要选择的是administrator 然后再按create user 就可以了 第二个我会做的setting就是分个多一个disk partition 你试想想看哦 就是这里面又有macOS 又有你的文件 如果你把这两个disk都放在一起用 那么你每次要format这个电脑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把你所有的这个发 copy到你的external harddisk 然后再format format了过后 你要再把这些发 放回来这个disk里面 就很麻烦了 如果你不小心需要format这个macOS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format这个disk就可以了 而你的文件档呢其实是不需要format的 首先我们先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disk utility 开启disk utility过后 选择你原本的那个来分割 然后我们按了这个admin过后 我们点击partition 然后再按partition 蓝色的就是我们要分割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按加 然后现在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将会分割出来的东西 选择了过后呢我们按apply 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就是更改trap pad的setting 其实是有一点点个人的喜好啦 因为我害怕这个trap pad会被我按坏掉 很多时候只是想 轻轻按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按左上角的这个 Apple logo 然后按system preference 然后我们再选择trap pad 然后再选择第1个point and click 在这里呢一开始它这个tap to click 是没有勾的 所以如果这个没有勾的话呢 我们需要 比较用力的按一下我们的trap pad 所以如果我们这边打个勾的话呢 我们要轻轻碰一下我们的trap pad就可以了 还有另外一个setting 这个trap pad的呢就是按了一下再按多一下就可以移动那个文件 普通的话呢你需要比较用力的按一下那个trap pad 然后才可以移动这个文件 看个人的喜好啦 首先呢我们先按左上角的这个 Apple logo 然后按system preference 然后点击这个accessibility 然后拉下来选择point control 然后我们再选择trap pad option 这里呢我们有一个enable dragging 所以我们点击它 然后选择这个 VDrag lock 第4个呢就是会安装parallel desktop 这个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到 因为我个人做工的关系 我需要用到windows里面才有的app 我又不想要用boocam 可是因为我只可以选择使用macOS或者是使用windows 而如果我想要同时使用的话呢 其实就只可以安装parallel desktop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同时看windows也可以同时看macOS 而且这个parallel desktop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时更改里面需要的那些规格 像是容量啊 像是你的ram 由于这个parallel desktop的安装和使用的影片呢 其实我已经之前制作过了 所以我会把这个影片的链接和这个app的下载链接呢 放在说明文或者是我的留言栏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 最后一个我会做的就是安装google chrome 我本身呢就有三个gmail的account gmail呢就是google的email 所以这三个account呢分别是我做工用的我私人的账号 还有一个就是我做影片的账号 为了不要让他们藏在一起用 而且又不想logout login logout login这样子用 所以我安装google chrome呢 它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开这三个account 然后我就可以同时间看到我想要看到东西 然后我可以在右上角这边点击这个icon 然后添加不同的人进来 当然哦这个app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下载得到的 你懂得哦 不过我还是会把这下载链接呢 放在我的说明文 跟我的留言栏 大家可以点击去看看 好啦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我平时在formac macbook过后呢 第一件会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几个对大家都很有用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都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给我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也许他们刚好就需要用到这样子的资讯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你使用mac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